本次课程主要演示颜色识别的操作效果 颜色识别相关的原理可以参考较成文档说明 不同颜色对应的HSV值范围不一 我们可以根据其特点用于识别不同的颜色 相关的功能代码已经设计好了 并且存在对应的路径下了 在同一个局域网下 在浏览器窗口输入主板的IP地址以及端口号 打开终端 检查摄像头设备号是否存在 如果没有找到摄像头设备号 我们可以重新插拔USB相机 找到对应路径下的代码 按照较乘一步一步的运行代码 将需要识别的颜色放置到摄像头的绿色框内 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识别的颜色了 如果需要深入学习圆码 可以到对应的路径下查看圆码文件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